同門村地方爭取多時的省道台九筆線 木骨木鱼游客中吸引前防汛道路紅綠燈耗製 現在已經安裝完成而且正式啟動了 村長許賢美表示 平常和假日進出旅館以及木骨木鱼翡翠骨的遊客很多 提醒大家行進出入要減速慢行 重視村民和遊客的安全 不管是從吉安鄉前往台九筆線 前往同門村 或是從收封箱台九筆線前往木骨木鱼 由於車輛往返可以說是相當多 早期沒有設置紅綠燈造成有許多車會意外情勢發生 同門村地方設施也向雄江公署和華人縣政府反映來增設紅綠燈 同時也安裝完成正式啟用 修運下面代表會副主席賴慧美表示 相當感謝相關單位協助 今天我們設立了這個紅綠燈 對我們的村民尤其同門部落 而且加上很多的遊客進來造成不方便 今天有了這個紅綠燈之後方便很多 尤其在木骨木鱼遊客中心的全面 非常的安全已經設立了可以說是一兩個月 那麼這個一兩個月都沒有發生車禍 而且同門榮樹部落也有安全感 對我們的居民對安全交通安全方面也比較的順暢 修運下面代表會副主席賴慧美表示 現在感謝熊翔和華人縣政府的協助 也讓大家來都木骨木鱼能夠平安遊玩 平安回家 記得熊翔 熊翔不了